作为四代双兵的接班人,八五花始终是娱乐圈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 她们出道多年,有着深厚的知名度,同时她们也是女性中最尴尬的一批人。 其有一记绝成的各大轻衣,后有强势绝情的九零花、零零花。 在这样的困境中,如今的八五花已经开始出现分层。 有人稳步上升,有人流量下滑,转型失败。 本期视频就让我们来盘点一下八五花的现状, 并且看看她们为了重回巅峰,用了何种方法吧? 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第一位,刘诗诗。 近日,归于刘诗诗与吴庆龙的离婚消息传得沸沸扬扬。 两人也于2月27日辟谣婚变传闻。 这也是刘诗诗时隔两久再次出现在公众面前。 一直以来,刘诗诗就给人一种淡如菊的感觉。 不过,她的演艺事业却一路红火。 早在她17岁时就被导演选中,出演《月影风和》的女一号。 后来,刘诗诗签约唐人电影公司,并出演了《聊斋奇女子》、《射雕英雄传》等剧。 而随着《仙剑奇侠传》的播出,她凭借龙奎一角获得更多的关注。 之后,她又参演了不少的作品, 其中,步步惊心可以说是刘诗诗的代表作。 该剧在播出期间,一直稳居收视冠军的位置。 而且,刘诗诗还评价该剧获奖无数, 并且跃身为《一线女星》拿下《精英女神》。 可惜的是,自步步惊心后,刘诗诗的作品远不如之前要演。 虽然她主演的《轩缘剑》、《女艺迷飞传》等剧都有一定的热度, 但都没有激起太大的水花。 而她的复出制作《情爱的自己》热度更低。 到了《流经岁月》这部剧,刘诗诗的表现可圈可跌, 但也免不了被拿来与妮妮比较。 她的复出之路也略显艰辛, 这或许与她不争不抢的性格有关。 不过,还是期待刘诗诗的下一个作品。 第二位,刘亦飞。 刘亦飞出道较早,再加上颜值和演技都在线, 所以她有着很好的发展。 早期,她凭借金粉世佳,仙剑奇侠转一, 《天龙八部》《神雕侠侣》这四部剧快速出圈。 不过,刘亦飞在走红之后, 转身盯上了利益更大的电影圈, 然后她在电影圈混迹多年, 出演的几部作品却全部破盖, 这也导致她的口碑大不如从前。 其中,票房最高的电影《三生三世十丽桃花》, 其男主是真当红的羊羊, 这部电影的票房也或多或少沾了羊羊的流量福利。 本以为刘亦飞会继续依靠早年的红利立足娱乐圈, 可她又突然拿下了《花木兰》这个顶级资源, 一跃成为好莱坞星星。 可是,《花木兰》这部电影的总票房不到七千万美元, 该剧无疑再次不该。 但这对刘亦飞的影响并不大, 她凭借此片提名第46届美国电影《土星奖》最佳女主角。 如今刘亦飞重回电视荧幕, 她和景博然搭旦拍摄了电视剧《南烟斋笔录》。 此外,她跟陈晓等人合作的《梦华录》也备受关注, 虽然这些作品还没有播出, 但已经有不少网友期待了, 或许刘亦飞不太适合电影圈, 希望她将重心放到电视圈后能够有更好的发展。 第三位,赵丽颖。 赵丽颖在成名前做了多年的小配角, 直到新环珠格格的播出, 她才凭借情而易绝在娱乐圈崭露头角。 后来,她又出演了《陆真传奇》《深深来了》、 《追雨传奇》等热播剧, 而真正让她大火的是花千古。 她以一位灵动可爱的形象圈粉无数, 此后,她陆续演了《青云志》、 《老九门》、《楚桥传》等剧。 可没想到的是, 在事业正红火的时候, 赵丽颖偏偏谈起了恋爱, 和冯烧峰结婚生死。 不过,这段婚姻并没有维持多久, 两人于2021年4月23日官宣离婚。 可是,经历了婚姻后, 赵丽颖的脸上也留下了痕迹, 与之前相比少了一些少女感, 多了一份成熟稳重, 这也导致她出演的有匪被网友吐槽。 面对这样的情况, 赵丽颖极实转型, 她不在意灵动的形象圈粉, 而是靠实力打动观众。 她与萧阳、董子健连妹出演的 《谁是凶手》广受好评。 剧中, 赵丽颖饰演了一名心理医生沈玉, 她将沈玉的冷静、 病胶和脆弱展现得灵敌静致。 她的演技也获得了观众的认可。 此外, 赵丽颖还出演了 郑小龙导演的《幸福到万家》。 虽然这部剧还没有播出, 但该剧的制作班底 可以说是国内电视剧的顶配。 这对赵丽颖而言 也是一个成功转型的机会。 其实, 赵丽颖一直在稳步前进, 并且向实力派转型。 她能够适时做出转型 无疑是最明智的决定, 想起她的事业也会越来越好。 第四位, 杨颖。 杨颖因担任时尚模特而出道。 早年间, 她就有不少的影视资源, 最红的时候, 她的片酬一度高达八千万。 当她接受采访的时候, 对自己无比自信, 觉得自己就值这个价。 而且她还表示, 如果演艺之路顺利的话, 早就拿到大满贯了, 可是她的演技却不尽人意。 在影视剧中, 她始终五官乱飞, 走路歪七扭八, 尤其是孤芳不自赏, 剧中大量使用抠图和提升, 杨颖也因此被指不敬业。 另外, 她主演的《创业时代》 《我的真朋友》等剧 也在一片潮声中不开。 不过, 她与郭涛、杨子珊等人合作的摩天大楼 却广受好评。 剧中, 她饰演了戏份不多的配角《中美宝》, 也许杨颖的确在演技上下了功夫, 她的哭戏还是挺自然的。 如今, 她和黄晓明离婚了, 事业大不如前。 从前, 她凭借尴尬的演技辉煌过几年, 并且搭档了黄博、 郭富城、 梁家辉等大咖。 如今, 她只能出演网剧。 对于杨颖而言, 除非她能修炼演技, 悄悄变强, 否则, 她很能再次出头, 只能参加综艺走走红毯了。 第五位, 妮妮。 在大多数观众的印象中, 妮妮的特点就是燕。 她因主演《精灵十三差》而进入演艺圈。 剧中, 她饰演的玉莫风情万众, 婀娜多姿。 她也凭借该剧斩获无数奖项, 成为当时最受瞩目的女演员。 此后, 她的影视事业也越发顺利, 她还和许多大咖和一线明星合作, 在影响力上有着巨大的提升。 可是, 妮妮的作品并没有极其多大的水花, 我想和你好好的等风来, 等作品都没有获得良好的口碑。 后来, 她转任电视圈, 在《天顺长歌》和《晨夕园》中, 她分别搭档陈坤、张震这两位鼎弟。 这两部剧口碑虽好, 但热度却始终不高, 最终难逃扑该的命运。 一直以来, 妮妮的角色大多是艳丽的, 她也的确擅长这类角色的演绎, 但观众难免会产生视觉疲劳。 不过, 从2021年开始, 妮妮开始了自己的转型之路。 她陆续出演了《1138》、 《1921》、 《功勋》。 在这些作品中, 妮妮不再靠艳丽的造型夺人眼球, 而是凭借平凡朴素的形象, 让观众看到了她的演技。 事实证明, 妮妮兼具颜值和演技, 只要她迈出舒适圈, 各种类型的角色都能够演绎出色。 第六位, 杨幂。 对于杨幂来说, 她凭借神雕侠侣中灵动的国乡, 让观众认识了她, 又凭借《仙剑奇侠转三》一炮而红, 之后的宫索新玉, 更是让她的事业达到了巅峰。 然而, 事业正红火的时候, 杨幂选择与刘凯薇结婚生子, 自从生下女儿后, 她的事业开始走了下坡路, 而且她和刘凯薇的婚姻只维持了四年。 两人于2018年12月22日官宣离婚, 其实, 杨幂一直注重事业的发展, 但她遇到了对赌协议和嘎戏这两件事。 这也使她的口碑急转而下, 在履行对赌协议的几年里, 杨幂带来了怦然心动, 亲爱的翻译官, 绣春刀等影视作品, 可作品的质量却越来越低, 但幸运的是, 她主演的《三生三世》是《李桃花》火遍大江南北, 她的事业再次迎来高峰期, 此后, 她带来了《逆世营救》、 谈判官、扶摇等作品, 她也凭借《逆世营救》, 获得了第五十届修斯敦国际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奖。 然而, 自谈办官后, 杨幂的作品口碑不一, 而她主动办成的转型之作《宝贝尔》仅拿下不到2500万票房。 如今杨幂还在苦苦寻求转型, 可惜成绩都不太理想, 不过, 她还有多部影视作品代播, 也许凭借这几部作品, 杨幂能够转型成功。 第七位, 唐嫣。 相比前面的人来说, 唐嫣却一直在原地踏步。 她与杨幂、 刘诗诗都是凭借《仙剑奇侠转三》一炮二红, 之后唐嫣便经常出演荧幕里的《傻白天》, 例如《夏家三千斤》中的《夏天美》、 《爱情睡醒了》里的刘小北。 而到了2015年, 唐嫣可谓真正爆红, 这一年, 何以生肖默、 《千斤女贼》、 《克拉恋人》接连播出, 其中, 何以生肖默还打破多项收视记录。 然而, 次年的锦绣未央播出后, 唐嫣再无力做, 尤其是与罗靖结婚后, 唐嫣更是逐渐放缓了自己的事业, 而她的副出作《燕云台》也没有激起任何水花。 剧中, 唐嫣表现得中规中矩, 却难以摆脱《傻白天》的影子, 这也使她被网友吐槽。 唐嫣出道多年却依然在演《傻白天》, 似乎没有转型的苗头, 她的演技也需要加强。 如今, 唐嫣更是没有任何星座问世, 其实, 她曾经辉煌过, 只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角色, 唐嫣还有机会再次翻盘。 纵观这些《八五花》, 她们都曾红旗一时, 可是, 如今的她们却陷入尴尬的境地, 有人还在吃老本, 有人则早已转型, 但是, 她们依旧以各种方式活跃于观众事业, 只是希望她们能用演技征服观众, 并且带来更好的影视作品。 《八十五花》是一代人的迎品女神, 创造了无数的经典, 在这股变革的浪潮中, 刘诗诗和唐嫣如两颗新星冉冉升起。 刘诗诗, 那位曾经的古装女神, 以一念观山为起点, 再次征服了观众的心。 她的古装风采依旧, 但更添了几分成熟与韵味, 而唐嫣, 则以繁花为契机, 用精湛的演技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她的现代剧形象也越发深入人心, 而九位八十五花在近两年成绩斐然, 来看看她们的现状如何。 一,杨幂, 童星出道的她, 对于娱乐圈的人情事故拿捏得十分精准, 所以, 她是一个有明确目标的女艺人, 视力中又藏在一起。 从前杨幂的一双眼睛征服了娱乐圈, 征服了观众。 杨幂有一双内娱最好看的眼睛, 直勾勾的, 水灵灵的。 作为演员, 她有很多耳熟能详的作品, 本身也是时尚的丑儿, 现在又自己开公司。 她曾说她自己就是人脉, 这种话, 没有底牌的人是说不出来的。 杨幂离开嘉行传媒之后, 资源不差, 哈尔滨1944和没有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事, 相继和观众见面。 哈尔滨1944四月底开播, 杨幂的演技随着电视剧的播出多次上热搜, 演得太用力, 是观众一致的评价, 可能是太想演好了, 所以表演的过程中没有控制住。 于是就成这样了, 程序化的表演, 虽然该给的表现都到位了, 但并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 没有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是上映五天后车档, 票房不到六千万, 剧本杀势的推理, 拖沓的剧情, 让电影的评价比较低, 尤其是在宣发的时候, 抓住杨幂的指甲去宣传, 于是就翻车了, 电影打着, 杨幂重返大荧幕进行宣传, 但杨幂好像不太配合, 路演只跑了几个重要城市, 也没有在社交媒体上呐喊, 多少有点不敬业, 两部作品接连失利, 杨幂被质疑, 调出85花的队伍, 杨幂的带播大剧, 还有狐妖小红羊, 月红天, 如果这部剧的收视也扑接了, 那杨幂可能是真的要掉队了, 二,刘诗诗, 杨幂和刘诗诗参演过《仙剑3》, 凭借着《步步惊心》、 轩辕剑等作品, 拿下《古装剧一姐》的名号, 2016年和吴奇隆结婚, 2018年生子,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刘诗诗的重心都在家庭上, 复出之后拍了几部剧, 口碑有好有坏, 一部《一念观山》重新杀回古偶, 穿上古装的刘诗诗, 真的是绝美, 口碑和收视双丰收, 刘诗诗的带播剧, 有以杀青的狐妖小红羊, 竹叶片和正在拍摄中的掌心, 两种不同类型的电视剧, 古偶是刘诗诗的基本盘, 掌心是刘诗诗的再度尝试, 至于能否破圈成功, 那要等到播出之后再看了, 三,唐嫣, 《仙剑3》中被看见, 从古偶到现偶, 唐嫣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这一点是必须肯定的, 但在一段时间内, 唐嫣的名字和烂片联系在一起, 在和罗靖结婚之后, 唐嫣休息了一段时间, 付出之后虽然也拍戏, 但年过四十再去拍古偶, 让不少吃瓜群众调侃, 繁华中的汪小姐让唐嫣翻盘, 打破了大众对她傻白甜的印象, 唐嫣目前的带播剧, 有仙侠剧念无双, 她的形象演古装完全没问题, 不知道经过王家卫调教的唐嫣, 在新剧中会不会让人看到她的蜕变, 四,赵丽颖, 前妻, 大众给赵丽颖的标签是小土妞, 没文化, 参加活动即使贡献大, 也只能靠边边站, 但她一步一脚印地提升演技, 英语不好就去练, 不会穿搭就提升审美, 之后用一步又一步的暴剧, 来回应那些嘲笑, 如今, 她的演技已经隐约把其他几位85花 远远地甩在身后, 不管是电视还是电影, 她现在都能收放自如, 没有人知道她下一步的计划, 所以目前没人能跟她对打, 85花的队伍中, 无论是资历还是年龄, 赵丽颖都是比较靠后的, 但她凭借自己的努力, 来了拨逆席, 2024年, 恰好是赵丽颖出道的第18年, 有粉丝在庆祝的时候, 统计她这18年, 演了56个能叫得出名字的角色, 2024年, 对于赵丽颖来说, 算是爆发的一年, 春节荡上映的电影第20条, 赵丽颖的爆发式的演技, 震惊了不是人, 就这个配角, 赵丽颖估计要领奖了, 接着合作零更新的《雨凤行》, 口碑和收视都爆了, 赵丽颖的热度可见一斑, 就这两部作品, 赵丽颖今年的KPI 算是完成得差不多了, 此外, 赵丽颖还有《乔妍的心事》 《虎狼之路》两部电影, 这是准备转型电影咖吗, 张子怡主演的《降严弄》, 赵丽颖也有角色, 期待她在电影中的表现, 5.刘亦菲, 很多人还在读书的时候, 就在看神仙姐姐的剧, 但总有一种, 她还未老, 我已出走半生, 的既视感, 刘亦菲的颜值这么多年, 一直都没变过, 这样那些看着她戏长大的人, 很难不爱, 如果说作品, 85花没人能和刘亦菲相抗, 不管是电视剧还是电影, 刘亦菲都有暴剧在身, 只不过她比较, 百烂, 平时低调又不爱宣传, 但她的每一次出现, 都足以让人惊艳, 无论是梦华路, 还是去有风的地方, 她都用自己的方式, 诠释着美与优雅。 妮妮, 作为85花中的电影咖, 她的每一次选择, 都充满了挑战与勇气, 从精灵十三差, 到消失的她, 她用自己的演技征服了观众, 也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妮妮的古装戏不多, 但是和于震的陈希元, 即使是被张书萍给书萍了, 也丝毫不影响颜值, 反而更加的轻力出尘, 男主简直成了灾区。 景田, 很少有人将景田拉到85花中, 他也是电视剧火了, 去拍电影, 电影不行, 一不思腾又杀回电视剧, 真的很惊艳。 和徐凯饰演的电视剧《乐游园》, 用演技和实力征服观众, 还有一部剧和张灵鹤主演的四海重鸣, 看起来颜值依旧在线, 最为让人感到惊异和深感困惑的, 无疑便是景田背后那个笼罩着层层迷雾的重要人物。 陆征, 从最初的阶段开始, 便有诸多迹象显示, 景田并不是独自一人在娱乐圈中奋勇前行。 他的出道之路, 仿佛被精心设计和策划过, 仿佛总有一双无形的手在默默地推动着他的成长和进步, 最为直观的证据, 莫过于那家仅签约景田艺人的星光灿烂影视公司, 一家公司专门运营一位艺人, 这种情况在娱乐圈中实属罕见, 更为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这家公司竟然不惜投入高达一五亿元的巨额资金, 全力以赴地打造一部备受瞩目的电影作品《战国》, 然而却将女主角的角色完全赋予了毫无经验的新人景田。 杨颖, 不论她的演技有多差, 但是她的颜值确实公认的好, 自从参加了跑男人气更是直线上升, 可惜去看了风马秀, 好不容易熬出头, 一下子又打回了原型, 回到了香港, 能驾驭各种礼服, 现代装的杨颖, 古装好看是好看却总是差了点古装剧的味道, 看着轻功系的造型, 很美, 甚至眼睛都是发光发亮的, 可是唯独看到嘴巴, 出出戏了, 古装真的不适合很微笑唇, 而此前杨颖主演的电视剧《云中歌》 《孤芳不自赏》还被称为 抠图不自赏, 连钟翰良都拯救不了的电视剧, 这些剧的装造就是一个问题, 看起来好看, 动起来难看, 宋倩, 作为韩国出道的女团, 宋倩的颜值一直都不低, 可是演戏上可见天分, 出道极巅峰, 舞台上的宋倩风采动人, 电视剧里的宋倩, 总是差强人意, 合作的男演员冯绍峰, 黄晓明, 黄景瑜, 黄轩, 王一博等等, 作为女主, 却总是被女配碾压, 近期, 宋倩和周渔民主演的 《非议瓷器》题材《另一种栏》, 则是在5月8日和观众见面, 虽然另一种栏标榜着是 《非议题材》, 显得非常高大上, 但是在角色的选举上, 却存在很多问题, 宋倩今年也37岁了, 居然在剧中又饰演了 出入职场的菜鸟少女, 还有预告片中出现的 宋倩装造来看, 明显回到了七八年前, 让女主留着泡面头刘海, 以表示职场菜鸟形象, 从目前的预告片里来看, 另一种栏是没有明确 交代宋倩饰演的, 陈小满是多少岁的, 但是, 一个在工作上错漏百出的人, 很难让观众相信 这是一个酒精职场的人, 而宋倩本人在职场时的造型, 更是完美契合了 十年前国产剧里职场菜鸟女主的造型, 看起来扮演的确实是少女无遗了, 泡面头搭配唯唯诺诺, 小心翼翼的态度, 确实是十年前女主角的样子了, 宋倩即便今年已经37岁了, 但却是个执掌年纪, 不长演技的, 从2012年开始演戏, 到现在也12年了, 宋倩的演技, 从之前的几枚弄演, 到现在有了明显的进步看, 起码自然多了, 只不过, 相比杨幂、刘诗诗, 唐嫣等手握经典作品的85花顶流, 宋倩连经典作品都没有, 在古偶上的发展, 就比较后继乏力了, 只能在现偶里绊绊少女了, 85花已经不再年轻, 虽然有人继续演古偶, 但这也是无奈之举, 早前和他们合作过古偶的男星, 不少都在古偶剧中演师傅或者父亲的角色, 85花迟早也会迎来这一天, 85花的事业心都很强, 不知道谁能笑到最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